將與莫子養生而沿, 這個商務獻 大家好,歡迎來到庄子門徒 讓我們繼續 plots裝子養生主 共宣見幼詩而盡渊 世何人也 勿夫解也 天誼其人魚 共宣看到幼詩 擅緊地說 这是什么人啊 为什么他只有一只脚 他是天生的 就这样还是人为造成的呢 公文轩看到又是 他只有一只脚 所以他有这个疑问 冤 天也非人也 天之生 事始独也 人之貌由于也 已是知 其天也非人也 接着啊 公文轩他就自己回答 刚才他自问嘛 天与人其人与 这样他自答 这是天生的 不是人为的 天也非人也 天生下来 他就只有一只脚 天之生 事始独也 而人的行貌 都是天所赋予的 所以知道 这是天生的 不是人为的 这是第一段 公文轩见又是 接着还有一段 一小段 则至 食不浊 百不亦 生活在水泽里的野鸡 走十步 才能测到一口食物 走百步 才能喝到一口水 可是他们并不希望被 圈养在鸡笼里 为什么呢 神虽旺 不善也 因为养在笼子里野鸡 虽然不愁吃穿 精神旺盛 但却 失去了自由 则至 食不浊 百不饮 生活在水泽野鸡 活动自我 跟相较于 序无凡中的鸡 虽然 不愁吃穿 可是 就生活已经受到限制了 这跟现在人在公司上班 不就像室被关在龙子野鸡吗 人跟野鸡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差别 想一想 先秦跟现代又有什么不一样 先秦时代 农耕 自己自足 自己跟踪 自己 做一些衣服 可是现代 工商业社会 高度分工 你 就是要 自己自足一个人 可能有点困难 要达到像 东晋 陶渊明 我们常说 采菊 东篱下 游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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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更独生活 那种也是不容易啊 如果现在 要这样做 不容易 可是 我们可以反 反方向思考一下说 我们一个人 生活所必需的东西 真的有那么多吗 事实上相对于 我们现在 人们每天在追求的 其实是很少的 因为 校游里面有一段 也就是很贴切的 描述这种状况 就是 交流 潮于森林 不过一只 岩属隐和 不过满腹 就说 虽然 外面的东西 万物是万物 很多 可是 我们 生活必需的东西 这很少 有什么呢 基本上 阳光 空气 水 对吧 加上土地 跟粮食 这样基本上就可以维持一个生活了 阳光 空气 水 可能 可以当做比较没有问题 基本上就是土地跟粮食的问题 从以前到现在 几千年来 基本上 就土地跟粮食 因为生活 也就是 你要个地方 让你住 睡觉 对不对 居住睡觉的地方 休息的地方 然后粮食 让你吃 然后土地 的话 先情跟现代相对来讲 是属于地广人稀 粮食是另外问题 然后 古早跟现在真的有很大的差距 比如说 现在连那种 北极熊啊 都面临生存危机 因为全球暖化 它整个生存空间就被压缩 然后很多 你神动物啊 可能你只能在动物园看到吧 所以 之前 以前 就是 庄子那时代先情 时代跟我们现在 真的很多东西 真的很大 时代变化很大 今天 养生主就讲这两段 来 带着大家 念一遍 共武轩见幼师而今冤 是何人也 乌乎戒也 天语 其人语 冤 天也 非人也 天之生 是始独也 人之貌 由于也 已是知 其天也 非人也 共武轩看到幼师 惊讶地说 这是什么人啊 为什么 他走一只脚 乌乎戒也 为什么他走一只脚 但是天生的就这样 还是人为造成的呢 天语 其人语 接着他又自己回答说 这是天生的 不是人为的 天生下来 他 就走一只脚 他说又是 而人的行貌 都是天所赋予的 所以我们知道 他 又是这一只脚 他是天生的 不是人为的 好 这第一段 接下来 择智 食不一酌 买不已 不其 蓄乎凡中 神虽妄 希望不善也 生活在水泽里的野鸡 左石部才能啄到一口食物 左百部才能喝到一口水 可是他们并不希望被圈养在鸡涌里 因为讲到龙子野鸡 虽然不愁吃穿 精神旺盛 但却失去了自由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